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 有本事你去啊 陆夫人是在魏国出战 魏我大明千千万万女子证明 陆夫人就上魏玉依旧魏我大明出力 而刘妃四肢康剑却只会无脑诋毁 像你这样 只会坐在这里说小话 若是草原人能被你刘妃三言两语 在谈判桌上将条件压下 那我们还高看你一眼呢 宁安公主本就担心袁金夏 别人不知但她知道 袁金夏胳膊上的伤 不足以让她打完一场球赛 刘妃被宁安公主对得说不出话 转头看陛下铁青的脸才知道自己失言 立刻闭上了嘴 中场休息时路易看出了袁金夏的失落 她没有责怪 而是牺牲安慰 还说输了也没什么 陛下不会怪罪 可袁金夏知道 这一场球赛至关重要 她无论如何都不能输 在上场时 路易拍了拍袁金夏的背 袁金夏打起精神 背水一战 袁金夏死死咬住中金哈屯 让路易与扎干八日较量 中金哈屯见自己好不容易打进洞口的球 被袁金夏拦住 她心中一击 趁袁金夏不背 一杆攻向袁金夏的后脑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不敢再看 太和公主和宁安公主更是忧心忡忡 千军一发之际 落一一球砸向扎干八日 再一球干将中金哈屯的马腿勾住 袁金夏趁机反制 球界 我方的一分 三娘子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虽说赛场出现变故在所难免 可你分明就是故意为之 咱们比赛之前就说好的点到为止 你竟不顾规矩恶意伤人 既如此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袁金夏被气得吹胡子瞪眼 她还从未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分明是你眼瞎 还想赖在我身上 你们大名女子都是这么蛮不讲理的吗 中金哈屯反咬一口 就算她是故意的又怎么样 只要袁金夏躲不开 那就使她无能 三娘子 你的意思是这场马球赛 我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袁金夏知道中金哈屯想激怒她 只要她一生气就不会那么理智地思考 对方就能赢得轻轻松松 对 咱们今日不论规矩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中金哈屯花一出口就知道中计了 那就请三娘子接招吧 袁金夏将球杖换到了左手 右手受伤了就受伤了 她早在那日来临之前并未与筹谋 变了左手 说起来这件事情还要感谢陆毅 当年她中毒 她一身养毒 还要为她喝药 那时候她右手时不时便会发抖 为避免她看出端倪 她便练习了左手 后来便一直不曾放弃 这件事她从未告诉过任何人 就连陆毅她都瞒着 没想到现在走投无路 只能用左手了 陆夫人怕不是得了失心疯吧 右手都打成这副鬼样子 竟然还敢换左手 她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天神将领 换个左手就天下无敌了 命负中也有不看好她的 对她这番动作平凡白眼 真是有构装的 陆毅也不明白袁金夏要做什么 但她知道她一贯聪明 不会做徒劳之事 中金哈屯愣住了 见袁金夏脸上无一丝玩笑 顿时警惕起来 赛场上 袁金夏左手击球 李战李胜 狠狠地打了那些只会吟语攻击的命负 赛场上众人齐呼 都在为袁金夏加油 中金哈屯求胜心切 挥杖的力度越发大 一仗勾住袁金夏的马腿 袁金夏顺势一跃 以脚轻点 上了中金哈屯的马 趁对方来不及反应 想要将他甩下马背 可草原人自幼在马背上长大 中金哈屯更是用研究上战场 怎么可能会被袁金夏甩下去 只见他一手拉住缰绳 双腿攀着脚蹬 将袁金夏的双腿死死锁住 袁金夏在马背上 中金哈屯紧贴马腹 带他拉进缰绳 拿起球杖正对袁金夏面门 袁金夏也不是吃素的 举着球杖迎击 这 这哪里是打球啊 这分明是欺负人了 就是就是 这根根就是输不起啊 还自诩草原儿女 什么生性豁达 我看简直就是无赖 皇帝也觉得太过了 正想出声阻止 这边袁金夏已经脱困 只见他一手用球杖 抵住三娘子攻过来的球杖 另一只手松开缰绳 就要去戳三娘子的眼睛 趁他闭眼时抓住机会 一脚将他踹了下去 另一边 洛依看准这边的变动 在三娘子落地的同时 将球送到袁金夏身旁 蓝方胜 裁判激动地喊出了颤音 宣布胜利的那一刻 皇帝带头起声鼓掌 坐下官员一个比一个激动 以袁金夏关系好些的命夫 趁他下场 纷纷围在他身边 陆夫人 你好厉害啊 能不能教教我 就是啊 陆夫人 你刚才简直太厉害了 你不知道 我刚才看到你差点被打 心里有多着急 他们一个个都围上来 与袁金夏说话 洛依都险些被他们挤出来 后来陛下发话 才将袁金夏解救出来 陆爱卿 你这夫人娶得不错 难怪啊 陛下话里有话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袁金夏 而这眼神落在其他人眼里 那可就不一样了 洛依生怕陛下说出 让他那且一事 皇后眼中尽是警惕 就连刘妃都察觉出了一丝不对劲 众人心思各异 陛下表示对自己很无辜 他虽然好色 但也知道朋友亲不可欺 袁金夏是优秀不错 可是他后宫的妃子不需要有多出色 他看中的富有诗书气自华的女子 是长相温婉可人的那一类 自然不会对袁金夏有什么非分之想 陛下治国有方 用才有道 能人一世才会效忠陛下 陆毅转移话题 陛下只是微微一笑 陆爱卿夫妇为国而战 镇姿当重重有赏 陛下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 陆毅与袁金夏落座 他瞧见三娘子瞥向他的目光 颇为不善那 也是 在他擅长的领域赢了他 对方能高兴地起来才怪 请不吝点赢